大家好 过去这个星期港股的波动点数不是很大 位置在28,200到29,100附近这个位置上落 其实都是70,800点在波动区间 但其实不同的股份或板块 其实今个星期都有不同的消息传出 当然科技类的板块也有30多间的科企 需要一个月内自查 也有车企也需要约谈 中资保险也有银保监方面开始审查 其实整个市场气氛 这个星期在这么多坏消息情况下 坦白说都算强了 顶在28,000楼上之上 最主要是今个星期是借着一些传统类港股 传统类的股份 尤其是你见到收租类或者是一些地产类股份 就支撑住大市 最主要就是本港方面大家憧憬着 疫苗气泡就可以令到那个叫经济复苏 开始就达到一定的动力 但若果你说以后续来说 我想港股都还没说走出这个 上落市的格局先 维持在这个28,000到29,300这个区间做波动 那未来我想就比较挑选的股份或者板块 那大家都可以留意着来着五日黄金周 内地方面的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假期 因为内地方面都有五日的假期的话 那其实我想就相关一些叫豪赌股 饮食股 航运股 或者是见到就算一些消费率的股份 那其实这段来说都算是偏强的 那啤酒和这个体育用品股 也是近期大家知道反弹力度比较强的股份 那所以我想就在未来的时间了 那政策风向 那其实可能都偏强的一些叫板块 那未来可能都是炒上落波幅的 那如果你说可能比较明显的一个升幅 可能都会集中了一些叫消费率 或者是炒复苏概念的传统类股份身上 那所以就大家挑选的时候 可能留意就是 如果一个PE合理的 那或者是过去在刚刚那段时间了 也有发一些叫好的盈运数据的零售类股份 那其实大家都不妨留意的